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娱乐调频87.6 北京文艺广播 午夜拍案惊奇 恐怖小说 夜惶惶系列之催眠 听完了蛇西咒对催眠术的介绍 我的经验是每个人都在鼓吹他所从事职业的重要性 如果你和一个研究同性恋的学者聊天 他甚至会告诉你连你都是同性恋 于是我说 我更觉得这个事悬之又悬了 这些没法检验的东西我觉得吧 最容易把人引到神秘主义去了 他轻松地笑了笑 好像在面对一个落伍的固执的人 实际上 催眠是为人类造福的 有一个词啊 源于古希腊神话 它代表着万物最原始的元素 那就是快乐和自在 佛教的坐禅 印度的瑜伽修行法 欧美国家的自我暗示催眠 都属于这个范畴啊 在美国 催眠已经成为精神科医师和临床心理学家的必修课了 在美国 所有从美国回来的人 都爱说在美国 都有这句口头语 它也具有神奇的效果 于是我说 那您说说他治病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呀 这样的啊 潜意识里藏着我们过去积累的无数的病态信息 老话说 病从心头起 那么所有的疾病呢 都来源于精神 源于这些信息 那么催眠术 直接进入潜意识 搜索深层次的创伤 直接和潜意识对话 然后呢 再给潜意识输入新的指令 过去的事情是不可能改变了 但是 但是可以改变对他的看法 对 看法改变了 那么一切 都改变了 接着 蛇西州又补充了一句说 我个人认为 催眠术不是一门技术 而是一门 艺术啊 可 可我总觉得他挺恐怖的 是吗 你的这种心态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我 我从小就挺害怕他的 我可以给你找一找原始的心理创伤啊 我经历了一下 不是 不是 怎么呢 要给我催眠呢 忘掉这个词 忘掉他 现在 我帮你一起 我帮你一起 回忆 回忆 蛇西州 听了听 然后坚定的说 孩子 看着我 我 我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很少有人叫我孩子 他 他 他这句话让我感到了一种 一种好像是父亲的气息 安全 威严 又不可违抗 我情不自禁地看着他的眼睛 他的背后是窗子 因为逆光 阳光挺刺眼 渐渐的 他成了一个黑乎乎的影子 我感到眼睛挺累 你的心里 就像是电脑程序发生了错乱 那么现在 我们要修复一下错误 其实方法很便捷 并不复杂 他说的挺慢的 但是他的声音很稳固 语调很可靠 深呼吸 对 呼 呼出全身的重量 放松脑 放松脑腿 对 放松胳背 大腿 好 放松胸背 好极了 你的皮肤现在变成了羽毛了 骨骼变成了羽毛了 血液变成了羽毛了 好极了 你飞了 飞了 飞了 在这佛月一般的美妙的声音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渐渐地感到头脑清新 身体明亮 身体明亮 我的整个生命 轻飘飘的 接着 我仿佛看见了万丈瞎光 朗朗的青天 降云缭绕 我还看见了一大片草地 不边无际的 还有零零星星开着的 黄色的野菊花 那远处生长的白花树 像水彩花 在空气里还充滞着爱好的味 这一切无比熟悉 就像是童年的景色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天渐渐地黑了 黑了 黑了 天真的黑了 好像还起了雾 我迷失了方向了 只有蛇西咒的声音 在指引着我 他说 孩子 别害怕 跟着我的声音 慢慢地朝前走 很快我们就找到那块疮伤了 注意看着两旁 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中学时代的曹老师出现了 他很愤怒 他打落一个耳光 然后他转身就消失在黑雾里了 我正寻找他 突然有人用刀子顶住了我的腰 我往回头 看见了一个姓孙的小地痞 他双眼星红 他死死地盯着我 我正愣着 一团黑雾迅速地把他吞噬了 我陡然想起来了 少年时代 林家有个小妹叫许杰 这个姓孙的小痞子 一直纠缠他 他吓得不行 他天天放学 跟我一块回家 不过这事我早就忘了 这个时候 蛇西咒的声音又如同神一样 从天而降了 这里充满了危险 赶快拿起武器 我 我慌了 我摸了摸口袋 我有一把水果刀 于是我紧紧地抓在手里边 蛇西咒的声音又在四面八方响起来了 他指令我 前面来了一个人 他不怀好意 孩子 刺他的心脏 要闻 要准 要狠 刺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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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话音没落 我就看见一个人从黑暗中闪出来 他背着手 他笑嘻嘻地盯着我 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我 我惊胎了 你眼前的这个人 他怎么 他怎么竟然是蛇西咒呢 虽然他在笑 可是我感觉那是更深层的敌意 果然 我看见一些惨白的纸人在他的背后显现出来 一个一个都没有五官 没有表情 蛇西咒的声音在对我下令 很好 我数三个数你就动手 你会干得很漂亮 三 二 一 我 我 我惊恐至极 我双唇哆嗦大声地叫起来 我说 我是 我不杀你 我是 我害怕 你不杀他 他就杀你 蛇西咒的影像依然背着手 他笑嘻嘻地朝我逼近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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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仆人 一团黑雾把我淹没了 我四处转身 惊慌地寻找着出路 这个时候 蛇西咒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听 听 听我数十个数 然后慢慢地醒过来 不 死 你已经回归在路上了 没有敌人 安全极了 你的意识已经控制了你的身体了 三 你开始辨别身外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了 二 阳光已经趴在你的眼皮上了 十分地舒服 一 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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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西咒的脸 笑蕴蕴地出现在 明亮的阳光里 我 我 安安地清醒 我 我经历了催眠 又从那深邃的世界里走出来了 蛇西咒 蛇西咒走到我的面前 一只手支在沙发的靠背上 一只手支在沙发的扶手上 把我包住了 他端详着我 静静地说 嗯 嗯 嗯 我想 你小的时候 受过刺激 嗯 嗯 是 是的 我 我小时候受过 受过挺多刺激 嗯 很可能是你最信任的人背叛过你 因此 你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信任危机 在你的潜意识里 时刻在保持着警惕和清醒 你最害怕陷入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形之中 是这样吗 我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他的话挺勉强的 从此我开始 大量的阅读有关催眠的著作 有一天 我的灵魂突然就开窍了 我意识到 我意识到我可以给别人催眠 当时我被这个想法吓了一大跳 然而第一次实验我就成功了 那是在 在一年前 我有一个老同学 他长得高大为猛 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生意 我们分别多年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发现他更胖了 满脸的油光 大幅翩翩翩的 那是晚上 在我家里 他谈起了他的生意 粗声大嗓 滔滔不绝 我呢 只有听的份 但是 他偶尔提到了 他最近死去的一个亲戚的时候 他的眼神的一刻就软下来了 变得迷迷蒙蒙的 那个人叫李清 是他的小舅子 哎呀 那天哪 本来不该让他出车呀 结果呢 他就去了 哎 本来啊 这个车呢 也没有任何故障 啊 可就停在半路上 本来呢 翻斗的车厢就不该掉下来 可是掉下来了 说到这儿 这个家伙的坚定和自信 一点都没有了 他探寻的看着我 说 喂 我说 你说这事他 他怪不怪啊 我知道 在他内心 有一个角落 那个地方极其脆弱 我没说什么 他继续说 喂 我跟你说呀 就人家说吧 这种死一横祸的人啊 他很快就会回来祸害他亲人 喂 喂 我请教一位大师了 嗯 他 他会找谁啊 大师拿着我家人的照片 就一张一张的翻 找谁呢 哎呀 别人的照片都翻过去了 最后大师手里头啊 他就生下我儿子的照片了 这个大师就紧盯着这个照片看 哎呀 看呐 看呐 看了半天 大师就叹了一口气 他说 哎呀 他说他不敢说 哎 说到这儿 我看见他祈求的眼眶看着我说 我说 这个 哎呀 你认识不认识这方面的师父啊 哎 要不然 帮我找找 给我儿子去 破不灾 我说 我给你做一做 精神特点的测试怎么样 他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他顺从地点了点头说 行 行 也许他真的以为我能破灾呢 我让他把手臂平伸 然后我慢慢地对他说 现在 你的手上有一个东西 它很重 它在慢慢地下沉 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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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分钟之后 我发现他的两个胳膊 下沉了一大截 然后让他恢复平身 又开始暗示他 很好 现在你的手没有重量了 他越来越轻 他在慢慢地上飘 上飘 上飘 半分钟之后 他的一双胳膊 果然又上飘了一大截 我要让他两手分开 交叉放在腹部 暗示他 你的两只手被粘住了 然后我要像念经一样 在此耳边反复地念叨着说 翻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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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一分钟 他的手果然翻不开了 长达十秒 我发现他的手暗示的心力 完全可以接受催眠 我让他平静而舒适地 坐在我家的安乐椅上 放松了几分钟 然后 我的语言 十分地坚定 有力 简单 明确 接着 我让他凝视前面的一个台灯 相距大约十厘米 那灯罩是成黄的 很柔和 他集中注意力 凝视的台灯罩 时间像水一样 无声地在流淌 我开始用单调的 暗示性的语言 在引导的 声音由小到大 很好 你的眼睛越来越沉了 越来越沉了 越来越沉了 你的身体越来越轻了 越来越轻了 越来越轻了 你的大脑越来越模糊了 睡吧 睡吧 我看到他的眼前缓缓地闭合了 他的意识 又真实进入了想象 又左脑进入了右脑 又清醒进入了昏睡 我问他 能听到我的话吗 他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能坐起来吗 他又微微地摇了一下头 这一刻我突然感到了害怕 我不知道我将把这个人送到哪儿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再把他接回来 我看着那张油光满面的无辜的脸 我真想把他给推醒了 我压抑着内心的恐惧对他说 你害怕吗 害怕 怕谁 怕李青 李青 我想 李青一定是他小舅子的名字 这个家伙像木柜子一样坐在我的面前 我现在 可以任意打开他身上所有的轴体 我感到了某种兴奋 是的 我接着说 他是一个恶意的阴影 可是现在他变成了一股黑烟 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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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我凭借着我的智慧 灵感 居然为他治疗了半个钟头 后来 后来据他说 我的治疗还真的挺有效果的 只要一想到李青 他就看到一阵黑烟 他还说 他说他儿子现在活得 非常的茁壮 恐怖小说 夜惶惶系列之 催眠 作者周德东 演播爱宝梁 节目编辑张美华 录音师张笑音 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